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Nithology, 我是阿康 今集會跟大家講講在倫敦開車的幾個伏位 為什麼無端的講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之前跟ADA有機會又要到倫敦做一些事情 又要再開車到倫敦 其實每次開車到倫敦, 即是入到心臟位置的時候 都會令到我血壓飆升, 心跳加速 因為我們之前有多次進伏的經歷 今集會跟大家逐一講講 第一件事就是Ulez Ultra Low Emission Zone 即是超低排放的一個區域 其實這不是一件新的東西 最先就叫做Low Emission Zone 其實在2008年已經開始了 然後隨後再搞了一個Ultra Low Emission Zone 將那個Zone慢慢擴大 去到去年2023年的8月份 將它擴大到非常大 接近現在看圖 就是差不多M25裡面都包了 最麻煩的就是它包了這個Heath Flow 即是汽車路機場你去接機去旅行 都會經過都會進入到這個Zone 如果你是這個Ultra Low Emission 的車進去就沒事的 但如果不是呢 因為我們那一輛是比較舊的Dissol 所以就要給12磅半每次進去 那這裡看有幾種的車 就說它是不是這個Ultra Low Emission 的Compliance 那Petro Petro車就要撕到歐盟四營 五營和六營 基本上呢 在2006年的一月後 所登記的都是OK Compliance 不用付錢的 那就到這個Dissol車了 那就需要撕到這個歐盟六營 即是2015年9月後登記的車 基本上都是不需要的 那跟著去到其實Hybrid 都是一樣的 Hybrid 如果你是High這個Dissol的話 那就需要是歐盟六營 那跟著呢 如果你是High這個Petro engine 就是歐盟四營的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那一輛就剛剛 就是這個Dissol車 就是2015年之前 所以就要比了 那其實呢 這東西呢 就開宗明義就是叫做低排放 那其實就是好像很環保那樣 就想倫敦的空氣 就清新一些 那回憶回我當年 即是說很多年前 那我讀大學的時候呢 那我在Nottenham讀大學 那有時候呢 就會去倫敦 可能是看一下車展 去西施營一下 那去完倫敦之後呢 每次回來呢 你感覺到那個鼻子是塞滿了東西的 然後你把紙巾拿出來 是黑色的 那即是當年 其實倫敦裡面的空氣呢 是非常污染的 那很多時候呢 都是來自這些車的排放 那他搞了這個Yulis之後呢 沒錯 真的是好很多的 那但是呢 我覺得 即是環保啊 空氣質素呢 在其次 最重要的一件事 為什麼他搞這件事呢 就是看回這個 BBC說回呢 就在這個最新的數據啦 那當然是有滯效啦 那就是這個2022年 他全年啊 在這個Yulis推行到之後 都沒有擴大 那時候 剛剛2022年的收益呢 就是 2億2千4百萬英磅的 那除了翻開 每個月呢 是1千8百萬磅的 那就是那12磅半呢 就有很多的車進去了呢 接著呢 就為他generate 就是這個 2億2千4百萬一年的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他要推行這件事了 那至於說到 怎樣中伏呢 那就是說 其實都 在他還未擴大之前的啦 即是19年之後啦 二、三年之前呢 那我們 有一次呢 就去倫敦 就這個Granich 就是這個格林威寺那裡呢 就是有個樓盤 請我們去拍攝啦 那我們就決定了是 Stay overnight的 留一晚啦 那呢 就知道了我們的車 不是Comparance的啦 那呢 就要付錢啦 就因為呢 其實都幾闖雪的 準備 那我們就 隨便看啦 就見到他這個Eulis呢 就是 它是 inforce 24小時的 那 就是一邊看著 你晚上去呢 都是 都是要付錢的 那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是自己的問題啦 就覺得 咦 24小時喔 就是你付了錢就可以24小時啦 那我們呢 就是 去之前就付了錢啦 那就算回正正呢 我們是 例如下午的3點進去的 那我們呢 就拍完東西搞完 然後過完一晚 第二天走呢 我們就算回要3點前離開 那就好像很厲害那樣啦 24小時就沒事啦 然後原來呢 它24小時是inforce 但是你付錢 是不代表你付錢呢 就可以 你可以留24小時的 那呢 就要記住啦 它呢 就是在Midnight to Midnight的 即是12點後呢 就要再付多次錢啦 那我們不知道啦 那就很自然地呢 回來之後呢 就過一個禮拜左右 就收到信啦 那就要磅水啦 是啊 其實所有東西 就是high春倫敦這兩個字呢 都特別貴的 那連這個的罰款呢 都貴一些的 那呢 就是原價 180磅 那在14日內 這個earlybird 早了優惠呢 就要付90磅 那其實都真是幾金的 那所以大家記住啦 如果你的車是不combine 你又要可能去Heathro啊 那你就記住呢 如果你要stay overnight 你第二天要過了12點後 你要再付多一次的 如果不是呢 就被人罰錢的啦 好啦 那講完Ulis呢 那就講第二個伏位啦 那通常呢 就跟這個Ulis呢 都是一齊講的啦 就叫congestion charge啦 那這個呢 這個範圍呢 就小很多的 那主要呢 就是接近是鬆溫之旅啦 那當然啦 如果你要真的check呢 你是要去這個 Transport for London TFL的網站 官網那裡去check回 你經過的地方呢 有沒有hide到這個位 那看回這個map啦 那其實呢 就是 Campton Town那些是不包的 沒有事的 那跟著 High Park呢 其實是在最東面那條街呢 才有事的 跟著High Park另外 西面那邊呢 Kingston那些 都是沒有事的 那這一個呢 就基本上呢 就無差別啦 只要你是一架車 你小了進去呢 就要付錢的啦 那顧名思義啦 叫congestion charge 其實你只要是一架車 你佔到那條路的位 就會構成一個congestion 所以你就要付錢啦 那它呢 目的就是要 疏到一下倫敦裡面的最中心點 不要那麼多車 不要那麼塞車啦 那所以呢 你進去就要磅水 那要付多少錢呢 那這個congestion charge呢 就是15磅的 就比這個Yulis 再貴一點啦 因為你去到中心點 那它呢 就是有這個的時限的 就不是24小時的 那就是由這個 早上的7點 到下午的6點 就這個Monday to Friday的 那跟著呢 就是這個 下午12點到6點 就是這個 星期六日的 那所以呢 其實你要去呢 都幾乎 你要看準了些時間 那看一下什麼時候要付錢 什麼時候不用付錢 這要留意啦 那至於我們怎麼中伏呢 就是 22一次的經歷就是呢 那我們又是 洗進去啦 那跟著呢 就 那次很怪的 本來呢 就是想著呢 我們是由倫敦的東面 去西面 又是拍攝啦 那呢 其實我本身選的那條路呢 就是 繞過這個 congestion charge的 那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跟Google Map 這樣走著走著呢 就突然間呢 一看 誰知道看到這個 倫敦塔橋 看到這個 然後發現 Shit 就是我們進去那個 那它呢 就有個 grace period的 不是即時你進去 就是什麼的 那你 如果你 即時付錢 都可以的 那就 叮叮 白蘭提 到一邊就按 那時候呢 就說的是 兩三年前 那是很有趣的 你一到Google 那裡 搜尋這個 congestion charge payment 那就有很多個 website 那我就心急就讀一個 那呢 就原來發現那個 不是這個 official site 不是Transport for London 來的 那呢 跟著我給完了之後 就安樂啦 但是後來呢 就ADA途中就發現 為什麼你好像給貴了的 為什麼你給17磅半的 正統是15磅的喔 那我發覺 大鑊了 那呢 但是 都沒有什麼特別去理啦 那 給了就行了 那 跟著呢 就是又是 過了一個禮拜後 又收到信 那 就說 是我沒有給喔 跟著我check回 那個我給錢那個 原來真的不是Transport for London的 official site來的 那當時呢 原來是有很多 混水摸魚的 類似艇仔公司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啦 那 就類似一些外圍的 好像外圍賭檔那樣呢 就收錢 就收這個 Condition Charge的 幫你 那 我給那個呢 就應該就是留的啦 就是Transport for London 是不認賬的 但是很有趣 跟著我就appear啦 那我就 當時有截圖的 給了錢 那些的圖啦 跟著我傳回去 然後又很好喔 這個Transport for London 那他又寄回封信回來 就說 這次就算你啦 那樣都看到你 給過錢 那其實就不用收你錢啦 那但是其實 就最終是 不用收錢啦 最重要這件事 但是我不明白是 究竟我給那間公司 那個十七磅半呢 究竟那間公司收了 有沒有 幫我給回這個 官方這個收費 Transport for London呢 我就不知道啦 那就不知道 他們當中怎麼搞啦 那但是呢 就大家要留意啦 那其實我剛剛就看回 現在 如果在Google那裡查 那其實呢 就已經是 我想是 Transport for London 就已經是 有洗過太平地 就是跟Google有談過呢 就是洗走一些 就是流的網站 那現在查回呢 就大致上是見不到的了 那時候呢 基本上呢 那個official site呢 是排到很後的 其他那些全部上面那些呢 都是一些外圍的收錢公司來的 那現在就看到有幾個是 不是Transport for London啦 那但是我查過呢 其實裡面它都沒有去收你錢的 那所以現在就應該呢 就安全很多的 那但是呢 也都難保呢 可能它這個的sensor那裡呢 可能有時候有一點出錯 就彈了兩個假的出來 所以大家呢 如果要付錢呢 就要請認明這個的TFL 那就是它是 它是.tfl.gov.uk 要請認明這個的domain name 那才是正貨 那這個Transport for London 才會真的收到錢 那還有你給的錢 才真正去到他們那裡呢 那你就不會被罰款了 那其實除了倫敦之外呢 那這些什麼 Congestion charge emission zone 那其實呢 在英國呢 都有不同的city呢 都有它們的policy的 那就例如 看回這裡啦 那就有些叫clean air zone 那Birmingham呢 就已經是需要付錢的了 那呢 Bristol啦 有個clean air zone啦 Barth啦 Plymouth啦 Oxford啦 Breadford啦 Tyside啦 Sheffield啦 Glasgow啦 Aberting Edinburgh 等等 都是有這個clean air zone 那但是呢 就有些呢 就暫時不需要付錢的 那所以你呢 去到這些地方都要小心點 要check一check啦 那就有些就可能是試行啦 就不需要付錢 就可能是去到某一個月份 或一個日子之後要付錢 那所以大家都是要小心點 那跟著到第三個呢 那其實就不是縱伏的 其實是一樣很麻煩的東西 就是叫做Red Route 和這個20 mile的 zone啦 那這個20 mile的 zone 和Red Route Red Route就是呢 你去到倫敦 你發覺呢 起這個路邊呢 就不是雙黃線 就是畫了雙紅線的 那這個呢 你千萬不能在那裡停車 那它就是嫌到 好像是drop off啊 loading啊 那些呢 都是呢 有機會呢 是被人罰錢的 那它那些呢 就會 因為倫敦呢 出了名就是Door Cam 那呢 以後就有些片段 就說回這個20 mile zone 基本上呢 它是呢 又是在接近 Conjection Trust附近啦 再外圍還有少許地方呢 都是列入這個 20 mile 就是呢 你的車的車速限制呢 是20 mile而已 那呢 你開車進去呢 其實是很無人的 你是會馬上上跳車的 他都過20啦 滑板佬 不過吧 我現在15 他跟我一樣抓到咯 他要加速啦 他過啦 拍照啦 哈哈哈哈 我開車的時候呢 發現呢 有些單車在我旁邊呢 就爬頭過了啦 那啊 還有呢 其實呢 這個20 mile呢 是很煩的 那 一些的自動波車啦 特別我那一輛呢 就是剛剛起這個 二波和三波中間那些位呢 就20 mile啦 那就是說呢 你要保持著 那20 mile呢 是很辛苦的 你要縮著腳 縮著油 跟吊腳的力子 沒什麼分別 是很累的 你踩多一點點 它剛剛二波 一拍上三波呢 跟著呢 車又去呢 又超速的啦 那所以你就要 忍著動力 吊著 吊著 所以其實基本上呢 現在在倫敦呢 它是 簡直是趕客 是好像不想被車走一樣的 那跟著呢 第四樣東西呢 又是要小心啊 這個呢 就是叫做 Low Traffic Neighborhood 那看回這個圖啦 那在倫敦的中心的 外圍小小的地方呢 那呢 就已經有不少的地方 是又列入了這個叫做 Low Traffic Neighborhood 就叫做LTN 那這件事呢 除非你是 裡面的居民呢 才可以叫做 有一個Permit 你就可以進去的 如果不是呢 基本上呢 你也是不能進去的 那它就會 有時候呢 就很鬼祟地 只是一個小牌子 啦 因為好像未統一 有時候呢 就會有些 就放大花槽在那裡 閘著條路啦 那有時候 有些呢 就放了一些Roll Block在那裡 那些就很明顯 你是進不去啦 但是有些呢 一個小牌子的時候呢 那你可能不小心進去呢 然後呢 又被人拍到 又收罰單了 那接著 第五個服務呢 也是出了名的了 就是Buzz Lane 那倫敦就是 很多地方都是Buzz Lane 那呢 還有呢 很奇怪地呢 有時候你跟Google Map走呢 那就 不知道為什麼Google Map 都會帶你進去Buzz Lane 那很多時候 當你呢 駕駛車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進去那條路那裡呢 為什麼只有巴士 還有的士 而沒有其他車 只有你呢 那你會發現 是中了招啦 那你已經 應該就恭喜你 進去這個Buzz Lane 那這些地方呢 進去呢 那又是 拍照的啦 然後你收到封信 都會拍到你的車的啦 那幾時幾日幾點呢 你就進去啦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所以大家呢 你不要老諷就是跟這個Google Map 導航一下 因為呢 他呢 是 我懷疑他不知道 是不是有收這個 他導了你進去 罰了錢呢 然後是有 有這個錢收回的 那當然這個是 我想的而已 那 就 整天都會有Google Map 導了你進去這個Buzz Lane 那就會是 其實是 挺慘的 那跟著呢 就到一個第六個罰位啦 那其實這個呢 就 不關一些什麼政府條例 什麼Clean Air那些的事的 那這個純粹就是 一關這個 治安的事啦 那話說呢 又我跟Ada 又是下去拍攝啦 那跟著呢 就約了一些 的 住在倫敦的朋友 吃飯啦 那我們呢 就把車呢 就拍了在 一條主街 旁邊的一條橫街那裡 那我們由於呢 就長期住在這個 那個鄉村那裡啦 那所以呢 就對於這些的 罪案的那個敏感程度 是很低的 那就沒有什麼這個警覺性的 那呢 就放了一些 疑似貴重物品 其實不是的 就是疑似貴重物品 那在車裡面呢 那就沒有理到啦 那就很 大搖大擺 那就停下一輛車 那就見到 不用收錢啊 在這裡拍車 那就去了吃飯啦 那吃完飯回來呢 就見到以下的一個景象啦 沒錯啦 就是玻璃被人摸爆了 然後裡面的東西 就被人拿走了 那其實那條街呢 在一條主街旁邊 沒有主街那麼旺啦 但是其實都不靜的 那 結果就是搞成這樣啦 那所以其實呢 去倫敦呢 就 其實最好呢 就是不要開車啦 你Park and Ride 在一些外圍的地方 然後坐這個旅程啊 這樣就進去啦 又或者如果真的要開車呢 就派到一些真正正好的 家odies圈或是icamente的 有Gate的那些啦 就會好一點了 雖然不是可以白分白地 告著這個情況發生 但是 就是家 sein内的有 stanie 那這樣會 taxes 轉越性灰 那麽 那就千萬不要 招拍在路邊 那麽 那麽 亦都是一個辦法把所有東西 把所有東西收到的 Radio 入our裡 就不用 fter財不可露眼 不要讓人看見一些疑似是貴重的東西 那他已經就爆了它進去 就先拿了 那就不管你是否真的貴重了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復位 對了 那就說回 我們差不多每次 都不是每次的 就是多次開車入倫敦都是中招的 所以我們之後如果是沒什麼必要的時候 都不開車進去了 還有每次開車進去都是心驚膽戰 就是心跳加速 因為倫敦那些人的開車的風格又很不同 跟我們這些鄉村 那你真的要瞪大眼睛 那有些位置就不知道為什麼 是有些很窄的石燈 或者有一條隧道之前 有些石燈是很窄的 就是剛剛隔了一輛車過 那你又要很小心 那所以加上很多的東西 其實壓力是非常大 就是壓力爆煲的 那所以呢我們就 沒有什麼都不會開車到倫敦 那以上講的那些東西 都希望各位網友就真的可以 就是 如果你真的不得意要開車下去 那你就首先要檢查幾件事 你的車是不是那些clean air units 那些compliance 那不是呢 就要在一個官方的網站給錢 那還有呢就要留意那些 那些 red route 20 mile zone 又要忍一忍腳 然後呢就有這個叫 low traffic neighborhood 還有你泊車的問題 都是全部要小心一點 那就祝大家出入平安 那今集就講到這裡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like、subscribe 還有share給多些朋友看啦 下集見 拜拜